年轻人结婚必备两样的东西就是房子和车 而现在随着很多行情和行业的变化 现在山东河北的年轻人结婚又有了新的招数 他们很多地区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分的追求房子和车子 因为这两样东西是目前贬值最快的最快的两样物价 那么他们开始有什么新的招数呢 那就是从房子和车子变成了现金和黄金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房子的贬值速度越来越快 在五年前或者是四五年前买的房子 两百万的房子 现在呢 你可能到市场上去变卖的话 可能也就是在一百二三十万 而且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价格 甚至都有你卖房子没有人去接盘的这么一个结果 而说到现在的车子那就更不用提了 那可以是说跌的一路千丈 而现在黄金的价格却是比比盘胜 那么现在很多人把结婚的时候用作买房子的钱直接就换成现金 比如说我们打算用一百五十万买一套房子 那么这一百五十万你们不需要卖房子 直接折合成现金 就像彩礼一样 对吧 我们都知道结婚需要彩礼 比如说彩礼是二十万 房子是一百五十万 那就是一百七十万 我直接要现金 再这个加上黄金 那我就直接要首饰或者是要钱都可以 这就是现在结婚的又一大特大特殊的变化 那么这背后到底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就是年轻人现在看待局势的判断力越来越现实 越来越精准 他们不会把这些看上去已经确定贬值的这些硬件拿在手里 那么第二个 他们对于金钱 对于生殖物品的这种掌控力已经越来越强 说句难听的话 很多现在年轻人刚刚结婚 就已经开始为一旦后期婚姻有变化 做出了很大的提前准备 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刚结婚的时候 就开始分清楚了所谓的家产儿女的分配 再包括老人的养老问题如何分配 再包括未来等等生活方式的这种归属都已经做得一清二楚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去结婚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压力大 有人说是因为他们对婚姻已经伤透了心 还有人说这些年轻人呢 毕竟要向一些发达国家学习 他们想要按照自己的自由的方式去生活 不需要被生活所捆绑 不论你的生活或者是未来生活的生存目标是什么 就眼下来看现在的年轻人精打细算 而且大部分都是高学历 他们在生活当中已经听说过上一辈老人对生活的一些感受 和下一代人对于婚姻的判断 所以他们现在更加的务实 把金钱放在了第一位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尤其是男孩子结婚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就牧田中国的习俗来讲 无论是买房子还是拿礼金买车子 还是这些买房的这个全款等 基本上都是男方来负责 那么像我刚才讲过的像河北山东 现在把房买房子和买车子的钱 直接都换成了现金的话 那么对于现在的结婚的压力会更加的巨大 毕竟我们买房子买车子 我们可以办理贷款 对吧 我们可以办理分期 而现在如果是一口价 把所有的房子和车子换成现金 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分期的是吧 所以说现在的婚姻 对于现在的30岁20多岁的年轻人结婚 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负担 如果是换成我 可能我也对婚姻完全失去信息 不再去碰触婚姻这一个悲惨的命运